娱乐圈的明星酬劳非常高,偶尔也会有明星做慈善,但之前一直有些明星涉嫌诈捐,假捐等丑闻,个人认为做慈善不是作戏,如果真有诈捐的行为的话也太无语了吧,不管捐的东西价值多少贵在心意, 但要是有人能够没够毫无保留,捐出自己全部身家,的话真的可说是伟人了,真的现实中没有几个人能够把自己的辛苦赚来的钱都用来做慈善的,而周润发夫妇却能够有这样的觉悟,有这样非常伟大的想法,周润发是很多人的童年男神演过超多的经典影视剧,像是《上海滩》、《英雄本色》、《监狱风云》等,要说他最经典的角色,当属在电影《赌神》里面饰演得高近了, 电影里那个梳着大背头,披着大外套大佬气息尽显的赌神这个形象至今深入人心,周润发当时在中国香港的娱乐圈是巨星般的存在,人气是非常高的,由于是很当红的男演员,所以收入是非常可观的,之前也一直有人猜测,到底周润发出的以来赚了多少钱,各种数额都有人猜测,之后据周润发的妻子陈慧莲透露, 是总共赚了56亿元,让很多人都惊叹原来数额这么大,不过更加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发扫之后说,他们已经把这笔钱全都捐出去了,这真的太让人致敬了,如此巨大的金额, 甚至几乎是全部身家说捐就全都捐出去了,这个世间真没几人,能够做到如此地步的,而周润发很大方,捐出这么多的钱财,在做慈善方面他毫不领思,但是他自己却还是搭公交买菜,还穿廉价的拖鞋,穿非常普通的休闲服饰,很多人都为他们夫妇这个行为较好,而关于他捐出几乎全部身家的做法的原因众说纷纭,有网友认为,是因为他们没有孩子,所以没人, 继承家产,而事实上并非是这个原因,他们之所以会捐出56亿的家产,是因为周润发很疼爱他的太太陈桂莲,他们到如今已一起携手走过了31个年头,非常遗憾的是两人没有生下孩子,本来发扫陈桂莲曾怀过一胎女儿,但非常不幸的是最终胎儿是夭折在腹中,这件事对于发扫的打击很大,用了几年的时候才走出女儿不幸夭折的阴影, 后来周润发顾忌妻子的身体健康,没让妻子冒险生子,而周润发非常心疼妻子的遭遇,所以他想帮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们,然后决定设立慈善基金会,把家产捐出去,周润发作为公众人物,真的是社会的楷模,有实力,而且是真正的低调,做慈善也是很用心,他还会去做一些社会义工之类的慈善活动, 心胸非常豁达,对待家庭还忠诚不二,真的是世间紧获完美的人,他也是真正做到取知社会用知社会的人物,对于如此有大局观,对社会如此有贡献的人,个人只能是暗自羞愧,想想过去计较的种种小事,就觉得人的差距怎会如此之大,也想着应该要学会心胸宽广一些,为社会付出多点美好,自己少些计较生活也许会更幸福如意。